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23号星期一 大家好 这两天有一个事在海外闹得沸沸扬扬的 有一个28岁的应该可能是王姓的一个小姐 她父亲是河南一家大型央企的负责人 能够在央企当负责人的话 央企就是国有企业 能够在国有企业当负责人 说她父亲也应该抵视一个 上面有人 最起码这没有问题 肯定抵视一个有社会关系的人 对 有一定关系的人 然后后来她赴美留学了 家里有钱对不对 大型央企的负责人对吧 家里有钱 家有钱送美国留学了 2017年学生回国 回国后她获得两位企业老板的引荐 当然她父亲影响力在这了 对不对 因为这种大型的央企 她资金就肯定是雄厚 一般的民营企业比不了 很多民营企业都是跟着央企就混口饭吃 能够给大央企业做一个什么上游企业 或者下游企业的话 就是说我要不上游企业 就我给你提供一些原材料 对不对 下游企业就是说你制成了之后 帮你包装运输什么的 我能干点这个 我这企业都能够就是说发财上强了 对不对 所以从她来讲 就是说对吧 好吧 两位企业老板引荐 进入了一家名为叫 美好世界航空集团的公司 从事影视和广告策划的工作 该公司老板叫赵磊 据王姓的女子说 是中共元老叫谢绝灾的外省 谢绝灾的外省 然后反正这女的那意思就这赵来 那是太子党 是什么的 说实话 我要给你 在这个地方 我要给你强调一点 就是说这个概念 咱们要澄清 海外媒体底线是有一点低 海外媒体底线比较低 然后就是说积不择实 只要是能够说一些中共的不好 中共元老的不好 或中共什么太子党的不好 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 趋之若鹜 但是我不知道这谢绝灾 是吧 这奏我都不可以念 我不知道这姓谢这哥们是谁 我没听说我 当然也有可能 可能是老红军或什么的 但是我跟你说 不是任何一个老红军的 什么外甥或侄子 或什么的 什么玩意儿的 都能叫太子党 是吧 咱们不要侮辱了太子党的威名 好吧 你像之前 让咱们给他背书的 对吧 背书 这个向心不是他爸爸 外甥的这位 对吧 这叫太子党 对不对 这是真正根红瞄正 对吧 人爷爷是中共十大开国元帅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叫太子党 这没有问题 这谢家的什么外甥 我觉得只能叫八旗子弟 这八旗子弟 我觉得可以接受 这个跟黄秦国戚离得还比较远 跟太子们 太子那什么什么概念 对不对 太子都对着黄秦国戚 你爸怎么也得是个王爷 对吧 你能叫太子党了 对不对 你这个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就出来介绍太子党 是不是 你也 咱们稍微的对吧 就尊重一下别人 是吧 你也别太对吧 不要 对不能 这个尺度 你太宽了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你太宽了 这八干的打不着了 对吧 你也宽进去 你要这么宽的话 可能500年前 我跟某一个人 可能是吧 以前那个就是躺 躺的时候 躺的时候可能也有什么 你就是呼人难下的 对我喜欢说 就是你这不能太宽了 就扯了 对不对 就不挨着了 对吧 对 好吧 然后 说是去年 2018年8月底 那一天 老板赵磊 故意将他一个人留在办公室 然后持枪 威胁和他发生了关系 然后我可以理解 这个来讲 你可以宣称他强奸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后来莫名其妙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然后多次在办公室里 发生了关系 然后他到10月16号 去北京朝阳区 叫什么东霸派出所 报案 从8月到10月16号 两个月 不到两个月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的时间 好不好 然后在办公室 多次发生了关系 这个我就是不太能明白了 是不是 对吧 第一次他是强奸 第二次是什么 对吧 我不太明白 反正就是说 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然后去报案 报案之后 东霸派出所 很快就把赵磊 就抓回来了 抓回来之后 王姓小姐 就去安排 去妇产医院 做了检查和人流 还检测了DNA 然后当天晚上 赵磊就被释放了 此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然后这女的说 有一个就是什么 中宣部的一个 什么中层干部 是吧 跟他说 要不你接着出国留学 他就出国留学了 说他现在出国留学了之后 又把这个事 抖动出来了 在海外 说现在中宣部那门 要叫他回去 说你回来把事说清楚 然后说刚开始联系医院 医院说 这个医院 就是说反正这女的报警了 医院对他报警这事 医院不管 但是他怀孕了没问题 孩子也有 我们也做了DNA检测 然后说是不是有人逼着你们 不许就是说曝光材料 医院说材料是可以曝光的 没有问题 但是涉及到个人隐私 必须给个人同意 所以如果他个人愿意的话 他个人来拿着身份证来了之后 他可以把材料拿走 没问题 医院不是说不给你材料 然后说这两天再给医院打电话 医院那边就什么都不回答了 因为可能最近媒体给人打算 打算也比较多 不然最初的时候是说 你可以来拿材料来 现在反正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这种事一般来讲 我不愿意说 对吧 我不愿意说这种事 为什么 首先来讲 这是哪门子太子党 对吧 一个霸气子弟 就算是对不对 然后关键是什么 这两个 就是说女的的意思是赵磊 是八戚子弟 我是一个草根 我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我被他欺负了 大姐 你爸爸是一大型 央企负责人 对吧 然后你有老板的推荐和引荐 对吧 你父亲不是一般人 你们俩差不多 你们俩都是八戚子弟 我说实在是真的 他不算太子党 你也不是草根 你俩都是八戚子弟 然后你俩在办公室里边 到底怎么回事 搞了这一个多月 我也不知道 反正第一次 他可能强奸你了 但是你一个星期之后 你骂事没有 接着 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后边搞了好几次 最后搞到你怀孕 是吧 我这个事我就不具体说了 我就呼吁一下 咱们海外媒体维持一个 咱们也是媒体 自媒体也是媒体 咱能不能 就是说 咱维持一个媒体的底线 对不对 就是说 咱没有道德底线 咱有一个智商的底线 是吧 咱别就是说 就天天让人 不 咱不能说天天的人 就给咱上子弹 对不对 上了子弹 咱就跟机关枪一样 是不是 本来这事我不想说 然后这两天 还老有人来摻弄我 让我说 我不知道这些人 这是居心叵测 这些人来了之后 摻弄我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们一定要摻弄我 我就放两枪 对吧 我这杆枪也是这样的 你也别玩面跟我上子弹 你玩面上子弹的 对不对 我就 枪口不定怼着谁 对 我是谁做对了 我就说谁对了 谁做错了 我就说谁做错了 对不对 哪号有怀疑 我就给你指出来 对不对 这事 你要是觉得你想 就是说 造成你想要的 那种舆论效果的话 你最好别找我 对吧 你找我 我这人就是属于 不怕得到人 瞎说大实话的 对不对 你一定要找我 一定要让我说 我说完之后 你未必能接受 对不对 他更足的话 可能对你心里更难受 对吧 所以下次这种事 就别找我 好吧 我再说一下 下次别找我 好吧 你不找我 我假装没看见 就过去了 对不对 你死了八亿天 要找我 当然我也没说什么 对不对 我也没说什么 我只是把他叙述 这个事 我给他叙述了一遍 对不对 我别 我什么也没有说 对吧 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关系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很肯定 对吧 我觉得这一点 我只有一件事 我肯定 这男的不能算太子党 只能算八七祖地 这女的也绝对不是一个草根 对吧 这个事我是很肯定的 至于你们什么中宣部的 什么 我不知道 什么中层干部 在里面怎么给你们 就是说牵线 搭桥 撺合 是给你们压事 是干嘛 给你们获悉尼 我不管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跟中宣部 什么关系 你们是怎么搞的 对不对 但是反正你们两边的 上面都有这点 我肯定你爸爸上 没人不会在央起 能够当了一把 当了负责人 对吧 那边 我不知道姓谢是谁 咱就算他八七子弟 反正都是这东西 对不对 然后咱们海外的 就是说 尤其是自打郭文贵出来之后 海外就成了一个什么 就是这种 我就像说败犬的哀鸣 你知道吗 你这是郭文贵败了 郭文贵出来了 现在郭文贵成了 要什么 什么中国人民的大英雄了 当初要是李柔斗败的 李柔要出来的 李柔现在就成了 中国人民的大英雄了 就是说 对吧 李柔一看没成了英雄 就因为他赢了郭文贵 对吧 就是说他在国内 可能力量更强 把郭文贵赢了 对不对 要郭文贵当时更强 把李柔办了 李柔现在跑出来了 对吧 就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情况 咱们海外的 咱们就是说 不要就是说 这么去交智商税 好不好 我们是希望中国改变 但是我们不是一杆枪 好不好 或者你也要不要当杆枪 我这杆枪可能不好使 不好耍 是吧 你做好心理准备 行不行 这事 反正我就这么一个 我就这么一个概念 其实具体的事 我什么我也没说 对不对 我一定敢撇干净了 对不对 我只是就是说 把我能够分析出来的 我说一下 至于这里面 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参与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好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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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